好,休息20分钟,我们继续出发 我倒想看看泰国的大巴到底是个怎么样 好,继续继续继续 来,我们现在出发去坐大巴 上一个视频跟大家说了 就是我们怎么会巴提 我选择坐1000台主的大巴 然后现在我们交了一辆boat 因为我已经立强,不然的话我就摩托车了 我这里住的是北门 东边叫塔片门嘛 就北门是凤飞飞这个门 然后我们打车去那个汽车站 那个汽车站待会我会跟大家说 就是大家可以在飞珠淘宝去预定 我算一算价格是一样的价格 那么大家到这上面去预定会比较好一点 不用再跑到汽车站现场去买票了 如果你去上国外的什么 Sargo啊什么类似这样的网站 很多人看不懂而且没有中文客服 那我觉得我们出门在外 还是用淘宝飞珠携成类似这样的东西会方便一点 对吧 上面有中文的沟通 反正他发给我邮件了 或以后拿邮件去换票就行了 好,我们现在等车 地点在哪里呢 就是瓦洛洛市场上面 有没有看到 CAMERA 3就在这个位置 就在它的西北角 应该是叫清迈第三汽车站 第三BUS STATION 大概就这个位置 我们车来了 7019 放在后备箱 在泰国坐车大家习惯坐后面 像我们中国的话 实际在前面一般大家都坐副驾 陪实际聊聊天在泰国不是要坐后面 它是BUS STATION 我们到这个汽车站 这个是第三汽车站 它应该就在这个边上的房子 它发给我邮件 就是说这个有中文的售票处的 然后就到这里来换票 然后大家拿着它发给你的邮件 然后来这里换票 我给大家看一下邮件 它邮件就会发生 类似于这样的一个东西 反正全泰文的 看不懂对吧 反正就这个看不懂 它会发一个类似于这样的邮件过来 我们去看看什么情况 你好 请请请请请请 请请请 再见 就把她押 angan,在下面 在下面 OK,谢谢 你走错路了 还好 走错路了 咦,那是哪里 这个里面吗 NCA,对对对 这个里面 要给大家全程记录一下 这个地方很容易搞错 NCA 边上有个7对应该是这里票 不需要什么 他没有图你知道吧 他就说有中文的地方 找了半天就这么个地方有中文的 对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我问一下他们 排个队 刚才我这里排队 他跟我说那个票就可以了 不用换票 但是那个票公司告诉我 到这里必须来换几支票的 然后跟我说他刚才发给我 那个电子票也是可以用的 所以还有一个小时时间 他说提前15分钟登车 就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为什么跟阿修不一样 阿修是现场买票的 我是 阿修是现场买票的 我是那个网上买的 所以我们两个可能属于 不属于同一个公司 那我不就要见 我一定要去看一下 那个17号门到底什么东西 我们到了对面的火车大厅 这里都是到Bancourt 所以大家泰文我也看不懂 我们这里只要看 HATAYA就行了 我都不知道有不有 所以大家走一圈 看看到底现场买票靠不靠谱 我真的就是这样的 做攻略 要住就做细 对不对 做一个不细的有啥用 但是好好说 目前我走了一圈 我还没有看到屁开头的一本子 我还没有看到宿可泰 彭斯洛 在Bancourt纳空沙旺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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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问一下 阿修的17号门 这个从哪里来的版本 打电话去问他了 17号门在哪里 这里都是到类似于彭世洛 苏可泰 纳宫沙旺 还有那个曼谷的车 八条车在这个这个天目的山是没有的 在天目的山对面 切记到巴提亚的车只有在这个地方售票 里面的人是不懂中文的 懂英文的 在上面是有中文的 好吧 这个我已经把整个一圈的车站都已经走过了 然后就在这里等我们7点钟车 还有半小时上车 然后车上他会有东西送的 会有餐点会有水或怎么样 其实大家可以不需要买的 啊 外面太热了 里面有空调 你看中文呢 然后呢 他这个就是他的大巴 NCA的GOD CLASS 就是我们所说的黄金VIP 然后他的头等舱没有 头等舱是叫FIRST CLASS 我觉得他今天是不发车 所以他告诉我没票 就是这样的大巴 那小点 碰到两个中国哥们也在环球 谢谢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我们走了 好 好 我们到这里来检票 往里边 往里边 我们准备登车 刚刚碰到两个中国哥们聊了 走了走了走了 拜拜 还有衬洁 人家空洁 这里还有衬洁 我们的行李就不用管他了 他会安排好的 I can come in OK 再等一会 那 这个Number 这个Number 是4B 4B 4B 就是这样的大巴 这是新版车 OK 我看懂了 现场买就是815株 就是815株的意思 GODEN CLASS 就是这样的大巴 要看环境 然后前面呢是一个屏幕 然后他会给一条毛毯 下面是可以割腿的地方 要待9个小时 10个小时 按照官方的说法 因为我是晚上的车嘛 官方说法13个小时 但是据我了解 10个小时我们是到的 我们7点钟准时发车 现在阴厨大巴站了 我给各位讲一下我现在的体验 刚才我全部都对比过了 是有区别的 我问了一下阿修 他是在对面正规的大巴公司 我这个应该是属于汽车站对面的四营公司 然后价格贵 他的头等仓阿修才卖1081泰铢 然后我这里现场是850泰铢 是类似于商务座 如果头等仓是要1300多吧好像 还价格是比那边的贵 但是我的车应该是不太新一点的 我们当然网上买图个事 不然的话你要提前过来买 那也是个事情 所以大家自己考虑 我已经把所有的路线 全部给大家采过点了 这个反正大家考虑 也要想省事的 网上买 住在附近想折腾想抠一点的 直接到车站来吧 提前一天到车站来 你看 又跑到阿修的那个所谓的Tember 3 来接人了 我操 这也算坑啊 马路对面对的站点 价格差了 差了50人民币大概 关键是一 都是同一辆车 两个站接人 绝了绝了绝了 这辆车从出发 他现在已经 坐满人了 还是买头灯舱吧 这个商务舱 新加密特报 现在12点45分 我不知道为什么 陈务员把我们都叫起来了 就打开灯 然后把他都叫起来了 然后好像说 什么休息20分钟 蛮奇怪的这辆车 反正目前我体验到现在 我是不推荐大家做了 好吧 我们下车 下车说 刚车上人太多 我现在应该已经到了彭斯洛了 大概 一半不到一点点吧 现在是12点 我应该还有7个小时 开了5个小时 对 一半不到一点 所以这班车 他也是一站一站停过来 中间停了好多站了 但是阿修跟我说 头等舱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因为二等坐的原因 但是就差200泰铢 我这个是没有饭 没有任何点 没有任何的点心什么的 只有一瓶水 那之前坐的那个头等舱的 它是有饭有水有什么 所以我现在也有点搞不懂 如果这样的话 我觉得以后我还要体验一次头等舱 反正这班车是绝对不OK 好吧 目前我坐了一半 我就跟大家说 包括躺包括睡都不行 我第一次劝退大家 对吧 然后给大家看环境 反正荒凉就不说了 但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要休息20分钟 他到底是为什么 是司机要休息还是怎么样 而且这个司机已经换过一个司机了 他是中途到了某一个站 然后他换了一个司机 因为他不能连夜开 如果配两个司机的话 又成本比较高 反正就这么个情况 哦 我搞懂了 这是夜宵吗 哦 他叫我们下车是吃夜宵 绝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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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泰语我听不懂 然后看到所有人都往这里走 看一下 是吃夜宵吗 嗯 对 是吃夜宵 哦 哦 他是这样的 是吃夜宵 这 这尼玛差距也太大了 那个我是阿修 那个是豪华盒饭 然后我们这个就是这样的东西 这到底吃还是不吃呢 但是 泰国人都在吃 我为什么不敢吃啊 就是肉肉肉肉泡饭我觉得 再来看一看 就是肉泡饭 我们端进来了 我们端进来了 我只能说作为一个博主 我真的什么都敢吃 它就是那个 就是我们的肉饼蒸蛋啊 肉饼蒸蛋 然后弄点泡饭 真的 但好好说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饿了 我觉得味道不错 吃啊 看上去不脏 而且味道好 应该是饿了 味道真的真的不错 一点肉沫 一碗泡饭 然后一点葱 好 就这样 休息20分钟 我们继续出发 我倒想看看泰国的大巴 到底是个怎么样 好 继续继续继续 现在乘务员又发山明志了 我又看不懂 刚刚上车 我们不是刚吃完那个饭吗 为什么又发山明志了 我不知道是晚上夜宵了还是说算明天早上的早饭 发给我了哈 看不看 就是这样的一个三明志 我们到了 正准18点15真的是一分钟的补差 我们先拿行李 拿完行李跟大家说 我们拿完行李了 跟大家讲两句这个车 十三个小时吧 十三个小时 然后 有优点有缺点 我先讲优点吧 优点的话就是 它价格便宜 然后 不折腾 我说的不折腾是什么呢 你从清迈 你如果坐飞机到曼谷 曼谷再坐车到巴提亚 对吧 那你路上也要六个小时 你仔细算 从你出发 酒店出发开始到最终你落地巴提亚 也要六七个小时 那么这班车的话是 十三个小时 头等舱的话应该是十二个小时 那么多一倍的时间 而头等舱我觉得会更快 头等舱 九个十个小时应该就够了 这是它优点 那么票价便宜 如果现场买的话是八百一十五株 那么如果是买头等舱的话 才贵两百株四十块钱 是一千零八十一株 所以我建议如果大家真的要体验这个 做通宵车为了省一碗房费的 那就做一千零八十一的 千万不要做这个八百一十五的 真的千万不要做八百一十五的 就说一下 然后它的缺点缺点就太多了 这个吃的跟头等舱也不一样 因为我另外一个朋友做过头等舱 然后吃的话它只有三明治 加一顿夜宵 加一个牛奶加一个水 而头等舱听说有三餐还是十三饭 第二个的话就是位置 它这个位置略挤 对于我这胖的人来说是略略挤了 那么第三个就是它走的线路真的有点绕 真的有点绕 我是一路看着地图的 它从速克泰那边去绕了一圈 本来它是应该走 走那个叫什么 反正绕了一圈 最终这就是我整一个的体验 也不说腰断了吧 大家仔细看好 也看来我还好 你看我一晚上的精神状态 也不属于说很夸张 冷的是非常冷的这辆车 非常冷我穿的是长裤 然后盖的毛毯还是觉得冷 好吧 我回去睡觉去了 有点 暈到不暈 颠簸你说这种都还好 就是 基本上我应该就睡了三个小时吧 睡了三个小时 今天 这一期亲自体验 就这样 下一次我们体验 火车